花蓮市公所举办2023一起来讲课 请跟语读暑期夏令营的活动 日前举行成果发表会 家长和小朋友们齐聚一堂 互相学习欣赏学习成果 市长卫家院特别到场 为小朋友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 小小朋友站上舞台讲起客家话 进行表演台风超稳健 很难想象这只是他们 经过一周的学习成果 花蓮市公所从七月底开始 针对国小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童 举办1.5天的2023一起来讲课 请跟语读暑期夏令营活动 除了邀请到坚强的实质阵容 也已成进式的才艺课程 让小朋友们都能更融入在学习当中 那今天看到孩子们都非常的开心 那了解我们客家的一些 不管是语言或是历史 或是一些文化 或者是说我们客家人的一些传统 那今天孩子们组成五队 那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队府 那在这五天的期间带着孩子们 学习的客家的文化 那在这边也要感谢梅子老师 跟许诗慧老师 还有我们所有的家长们 非常的认同这次活动 那大家也玩得非常的开心 那最后要感谢我们自己的客行所 我们持续的在推出客家的一些活动 那也欢迎市民来 未来有机会的话一起来参与 那最后最后也要特别感谢客家委员会 给我们华林施工所大力的支持与协助 充实的五天营队除了邀请到客家金曲歌手 徐师慧老师带来客家童谣 也唱出叶日松老师所写的诗词 并且专业书画老师曾渊凤带领学童 透过书法写出客家谚语 其中新船师游淑梅 也以生动有趣的方式 到都海洋生态绘本 活动内容丰富有趣 也让小朋友们各个都是收获满满 记者徐立芹华林施报导